把速度锻炼到极致究竟有多牛逼 这个男主会告诉你答案 利用速度加速技能 竟然能够在蜘蛛丝上随意行走 面对要三个人以上才能打倒的区域暴和王冠蜘蛛 男主竟然表示自己可以轻松地无伤通过 不仅如此 男主在出门买食物的时候 竟然遇到了在游戏中一直暗念自己的小子 就在不久前 正当男主准备进到房间的时候 发现其他玩家正在挑战 下一秒 一个东西突然从树洞中掉了出来 原来是刚刚挑战失败的玩家 此刻的他非常不服 正想杀回去 可随之而来的一击 彻底将其秒杀 男主只好在一旁默默地为其欺负 而在这个玩家被干掉后 就轮到男主挑战BOSS 他让爱摩尔站在旁边几说 他决定一个人无伤干掉这只皇冠蜘蛛 首先 男主利用树洞里面的藤蔓飞快地向上爬去 作为近战选手 不接近BOSS根本无法输出 可越往上蛛丝就越是密集 就在这时 上方突然落下来了一块巨石 剑撞 男主连忙发动新技能 一搜跳 得自身增加跳跃的距离 利用一搜跳提高的机动性 男主很快就跳到了巨石的上方 可由于惯性的原因 男主眼看就要撞上蛛丝 剑撞 男主立马用手抓住了蛛丝 然后来了一个大幅度的摆动 稳稳地跳到了蛛丝上面 蜘蛛丝这种东西越靠近中间位置 纵向蛛丝粘性就越小 男主利用这个机制 靠着蛛丝和落下来的杂物 高速地往上接近 很快他就来到了皇冠之珠的面前 一见面 男主就是一发环形斩 直接砍断了皇冠之珠的右脚 紧接着又一招冲刺斩 切断了皇冠之珠的左脚 此刻的BOSS瞬间失去了平衡 男主开始思考 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去 应该会受到不少伤害吧 可就在对方即将掉下去的时候 BOSS竟然从尾部突然喷出了蛛丝 见状男主立马掏出了飞刀扔了过去 这下皇冠之珠彻底失去了附着点 整个蜘蛛直接摔了下去 从高处掉下 虽然可以造成不少的伤害 但还不足以致死 皇冠之珠很快又重振其鼓 此时 男主发现蛛丝上面附着的木头和石头 认为这个也许能够派上用场 并露出了奸诈的微笑 随后男主砍断了所有的蛛丝 杀内奸 所有的杂物全部掉了下去 狠狠地砸在了皇冠之珠的身上 一旁的爱母露金了 这样就真的可以无伤通关了 紧接着 男主立马乘胜追击 再次来到了皇冠之珠面前 只不过是一只蜘蛛 如果不能正常地干掉它 还怎么挑战夜袭之旅卡翁 就这样 男主顺利地干掉了皇冠之珠 此刻男主一脸装杯 说是无伤还真就无伤过关了 就在这时 他突然收到了一封邮件 与此同时 在香格里拉的另一个地图中 出现了一个强者 紧用一拳就将区域boss给秒杀了 而此人正是男主 在另一个游戏中的好友 追加监鱼 没想到在这个游戏中 居然是个可爱的妹子 第二天 男主和监鱼来到了 圆桌骑士这款游戏集合 玩家杀手铅笔战士 也没和他们废话 直入主题 这次召集两人的目的 就是要讨论如何击杀特殊怪 守木人围扎未门 一听到是特殊怪 男主立马激动了起来 对方说的该不会是 和叶席旅卡翁同一个等级的怪吧 亚瑟告诉二人 没错 他就是香格里拉边境里的 七大最强种之一 可男主却怀疑他们的实力 就凭他们三个人真的有胜算吗 毕竟关于守木人的情报 他们一无所知 用人海战术是不是会好一点 可亚瑟表示守木人 有个特殊的机制 玩家人数越多 守木人的血量和攻击力就会越高 男主不理解亚瑟 为什么要邀请自己和监狱 毕竟他们才刚刚接触这个游戏 如果想找强力输出 满级的最强火力 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亚瑟严肃地表示 那根本不是等级的问题 消灭守木人需要的是操作和技巧 所以说奋作猎人和职业玩家 才是最好的选择 听到对方都说到这个份上 男主和监狱也答应了下来 不过既然想让他们参加 对方就必须把情报都说出来 而此时此刻 男主正从便利店走出 他刚买完这两周要吃的食物 而就在这时 最高火力小林居然出现在了他的身边 羞涩地和他打了声招呼 男主直接愣住 他记得这个女孩是去年和他同班的 好像是叫摘赫林 可他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在这里 小林羞涩地表示 他听真姐说 对方也在玩香格里拉编辑 而自己正好也在玩这个游戏 所以如果对方不介意的话 他想和男主一起玩这个游戏 而就在这时 男主的手机正好响了 居然是铅笔战士发来的消息 并让男主快点上线 见状 男主也顾不上和小林聊天了 立马冲了回家 选择上线 上线之后 他发现爱摩尔直接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随后 他告诉了爱摩尔 自己决定去挑战手牧人维扎卫门 一听到这话 爱摩尔直接吓得跳了起来 立马冲了出去 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老爸 这让男主想起了之前和亚瑟谈话的内容 男主当时表示自己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那就是男主现在正和爱摩尔组队 而亚瑟则是建议男主先解散队伍 因为在香格里拉中 NPC一旦死了 就不会被复活了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在兔子首领之前美言了几句 没想到兔子首领就要为他亲自打造传说武器 要知道兔子首领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锻造师 在香格里拉中锻造技术分为很多级 而他的身份居然是最高级的神教 没想到男主无意中触发的特殊剧情 居然能获得如此之牛逼的传说武器 这运气简直是离了个大路 在兔子首领知道了男主要挑战守牧人这件事后 立马对男主进行了劝说 让男主不要去 毕竟送死可不是致命之魂的体现 就在对话的过程中 男主利用夜席之旅卡翁的诅咒效果 居然获得了隐藏的情报 守牧人为扎为门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的人 曾经的他被一个谎言欺骗 从而失去了他的妻子 结果现在已经成为了不老不死的存在 要是有人能击败他 并且让他去黄泉和妻子团聚 那便是最好的 眼看男主心意已决 执意要去挑战 兔子首领也决定不再阻挠 随后他让男主跟自己来 他决定稍微助男主一臂之力 紧接着他带着男主来到了兔子锻造屋 出来迎接的是兔子首领的大女儿比拉克 男主有点无语 怎么又是爱母路的兄弟姐妹 难道说这个国家的所有兔子都是首领的孩子吗 就在这时 兔子首领将男主的武器拿了过来 并表示要为其进行真话 随后他询问男主 手上有没有顶级的素材 男主翻掌了一回 从背包里掏出了一块四角甲虫的壳 男主表示这个甲鞘 可是能够扛住帝王蜂独针的存在 兔子首领打量了一番 觉得这个素材还不错 于是大手一挥 正式开始锻造 一旁的兔子表示 男主的运气还真好 老爹最近几年都没拿过锤子 原来兔子首领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就是锻造师 而他可不是普通的锻造师 只有锻造技术达到登峰造极之人 才允许称为名将 能够打造失传的神代武器 则被称为鼓将 而能将这两者修炼到顶级的就是神将 就是兔子首领的身份 换句话说 兔子首领就是利语无人能及的巅峰锻造师 伴随着他的每次敲打 都会浮现出一个魔法阵 然后都会被武器所吸收 这便是真话 所谓的真话 就是读取武器在战斗中的记忆和经验 将其打造成更合适的形状 变成其真实姿态的高超技术 被冠以致命的武器 会记住强者挑战的过程 迄今为止 男主所有的战斗技艺 他都能混合在一起 并且 他的外观也会随之改变 跟叶席旅卡翁所战斗过的武器 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还真是让人期待啊 兔子首领一边敲打着 嘴里一边哼起了打铁之歌 火花四剑 铁是黑暗 挥舞锤头 铁在歌唱 在兔子首领的歌声中 武器被彻底重铸 见得光芒照亮夜空 交错灰翼 滑破黑暗 就这样兔子首领 足足打磨了七天七夜 终于将致命菜刀 彻底重铸完毕 吐月上弦与下弦 上面的白色名为上弦 下面的黑色则是下弦 武器中蕴藏着致命兔的魔法 其真正的姿态 仍然是个谜团 这是一把双刃剑 上弦在比自身等级高的人战斗时 一旦出现暴击血量 就会减少 但会加强下一次攻击的威力 下弦在同一情况下 则是回复HP 在暴击命中一定的次数后 还会进行合体 其形态就会发生变化 此刻的男主兴奋的不行 想要快点试一下武器的威力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把武器竟然有属性要求 力量40 灵巧55 技力55 必要属性合击要150点 可男主加起来才57点 半生一击给5点算 男主到50击之前 都没法装备上了 男主彻底难受住了 而这也是兔子首领 给男主的锻炼机会 但问题是 男主现在就想用的不行 最后男主来到了 镇上的某个咖啡馆 来到了与亚瑟他们约定的地点 因为男主迟到了 三个小时的原因 让他们二人都十分生气 他们可不会轻易地 放过迟到的人 男主立马解释 他是为了推进 自己手上的特殊任务 出现了与银之守目人 相关的情报 亚瑟让男主都说出来 这样迟到的事就一笔勾销 就在这时 男主注意到了监鱼的外观 居然是个萌妹子 还挺心机的 并且名字里还带着监鱼二子 不如说这才是他的风格 可监鱼才不想 被男主这个奇怪的外观吐槽 男主这个外观 可是随时会被路人举报的 接下来几人聊起了 守目人的情报 在知道了守目人的 老不死和活尸的称号后 亚瑟这才发现 原来对方的身份是不死足的 就在这时 他突然站了起来 表示自己突然有点事 晚上之前可能要单独行动 男主是无所谓 但他想知道 接下来要做什么 亚瑟将一堆装备给了他们 到晚上之前 让男主和鲸鱼 先去神戴的遗迹练剂 给的装备是一张地图 和一个钓鱼杆 正当亚瑟离开的时候 注意到了男主脖子上的爱莫尔 这家伙似乎在装作一个围帽 眼看和对方对上眼了 爱莫尔立马紧张了起来 我一直在想起来 我一直在想起来 三略君 你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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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最先端的流行 什么 你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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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没能骗过亚瑟 但是监鱼却完全没有发现 就在这时 艾莫尔悄悄地说道 自己的耳朵非常难受 能不能活动一下 而这个谈话声也是被一旁的监鱼听到了 直接给他惊了个呆 没想到首饰居然讲话了 原来男主刚刚一直在和爱莫尔玩这家伙什么时候会发现的游戏 在一阵欢乐的吵闹过后 男主和监鱼来到了神盖的一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建筑 氛围和别处完全不同 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男人得到了一把刮沙神器 无论对手的防御有多门奴婢 但只要他对着同一个部位不断攻击 当刮到一定次数后就会触发破坏属性 从而略微出手就能造成巨额的伤害 虽说从过程来讲是有一点磨叽 但如果是游戏开局之初就不一样了 越级打怪能获得的经验值可不是盖的 原来就在罢修给他打造过吐月后 对方的真传弟子还另送了他这一把刮沙神器 对于用来对付那些防御离谱 或者等级比自己高的怪物可谓是不二之旋 而刚好巧合的是 紫毛给他说的最适合恋斗的区域 就需要非一般的越级挑战 也就是神话时代遗迹 刚来到这个地方 男主和黄毛就被眼前奇幻的景象吸引住 可还没等他们打量多久 眼前就忽然出现了一只魔物 男主正要出手 却不曾想黄毛打断了他 显然是想展示自己有多牛逼 这时魔物也突然开始了进攻 只见黄毛不闪也对了 而硬是用相斥反击接下了攻击 这个技能是相开的特色 只要在恰当的时机使用就不会受到伤害 接着又是一发自信的上勾拳 行云流水间这只魔物便被消灭了 虽说很想说不愧是职业选手 但毕竟这点机操男主也能做到 更让他好奇的却是黄毛手上的红光 黄毛正要开始解释 但忽然却有更多的魔物来袭 不过对此他却丝毫不慌 而是一边攻击一边解释 原来他的职业是修行僧众的拳气使人 虽然不能装备武器 但却能使用大量的增益强化 红气就是其中之一 而加点则是指甲力量和体质 类似轻装战士的那种乱法 简而言之就是 以会受到伤害为前提的家庭 作为一个能扛又能打的女权 这很符合黄毛的风格 男主正想说说自己的家庭 但他放个屁黄毛就知道是什么味 毫无疑问是力量敏捷特化型的脆皮肌 接着一路往前 凭借着紫毛给的地图 两人逐渐来到了一个有破洞的区域 先是跳上四脚缺损的板块 然后又移动到了地下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区域 男主还真不知道这个路线这么复杂 也不知道紫毛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回想起对方让他和黄毛链等的原因 他就一阵感慨 原来魏扎爱蒙作为游戏里的七大最强种之一 一旦和他进入战斗 玩家的等级上限便会立刻降至50级 魏扎爱蒙的等级是200 也就是说刚开打就会有强制性的150等级差 所以等级不是问题技巧才是关键 不知不觉目的地也尽在咫尺 根据提示在跳进一个洞口便是紫毛所说的地方 可说着好听这个洞却生不见得 跳下去如果直接挂了怎么办 正当男主以为是紫毛的恶作巨石 黄毛却自告奋勇地表示要去探路 毕竟让男主一个脆皮鸡先上说出来也不好听 说完就纵身一跃 这潇洒的一幕直接就让爱蒙露被惊到 直到两秒半后 男主才明白爱蒙露说的是谁 见此他也直言黄毛式的男的 但在游戏上这样说似乎也不太对 不过好在这使他灵机一动 简单来说就是外表是女的但灵魂是男的 此言直接就让爱蒙露懵逼了 就在他感叹大自然的神奇时 这时洞里也传来了声音 虽然男主听得不太轻 但兔子的耳朵却不是干 等来到下面是黄毛就在门口等待 原来洞里只是一个很长的斜坡 而这时男主也被这里的景象吸引了注意 原来这就是紫毛所说的恋等区域 泪光的地底湖 听紫毛所说在这个湖里能钓到叫命朝大狐蛇的魔物 只要打倒就能获得大量的经验 可问题在于这真是能用钓杆就能钓到的玩意吗 不过想归想两人还是开始了尝试 并且还饶有兴致地开始了比赛 但男主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才刚开始比他就发现自己的钓杆有了动静 显然他的高幸运也不是白嫁的 正当男主这么想的时候 这时他钓到的玩意也显露了真容 命朝大狐蛇长得不是一般的霸气 就是感觉有点像女 当然更准确来说要把感觉两个字取得 这时黄毛的钓杆也传来了动静 男主本能地就以为还是鲑鱼 毕竟看上去有点小 然而当掉上来时他便惊淡了 毫无疑问这才是真正的命朝大狐蛇 两人都感觉到了这只魔物不简单 但却不是惧怕而是兴奋 其中最兴奋的则是男主 是时候让他的新武器亮相了 话音刚落他便掏出了一把崭新的武器 这正是那把刮痧神器 回想起这把武器的特性男主就一阵兴奋 原来湘开里有一种破坏属性的设定 一旦被拥有这种属性的武器攻击到 透过破坏的部位便可以造成人为弱点 从而瞄准就能造成巨额的伤害 而最关键的是他的武器还不是普通的破坏属性 正当男主在回想的时候 黄毛却已经与魔物大战了三百回合 虽说没有受到伤害 但魔物的防御却令他很是头疼 以他们现在的等级压根就造成不了多少伤害 而此时男主还在回想武器的特性 打造完成时对方告诉他 他的武器更准确来说是能够污染并破坏攻击部位的坏度 随着多次的击打 当累积到一定程度后 破坏属性就会像不一样扩散 从而突破敌人的减易抗性 让破坏属性效果更早地出现 而就这样在反复地击打到一定程度后 男主也见准时机让黄毛出手 接下来便没有什么难度 突破防御后对方就是带宰的羔羊 在三人不讲武德的一起进攻后 很快魔物也没有了生息 而也只能说不愧是紫毛所说的经验怪 光是打倒两人就同时上升了四级 黄毛从25升到了29 并且还学会了新技能 就是不晓得是不是连结级 男主压根就听不懂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 正当他以为黄毛是不是玩别的游戏玩多了时 空气却陡然陷入了安静 直到两分半过去后 黄毛才忽然意识到这明明就是相开本来的设定 原来当两个技能熟练度达到一定等级后 可以在一个叫特技检定所的设施进行连结 这样一来就能建构出新的合体特技 可明明初始城镇里的新手教学有教过才对 此言一出男主直接就傻了 因为他压根就没去新手村 得知此事后黄毛也是幸灾乐 因为特技检定所可是必须的设施 那里会标明技能还差多少就能升级或者是否进化 以及提供技能习得条件等等之类的 除此之外还有贩售秘传书 不会吧不会吧 该不会男主连复职业和工会什么的也不知道吧 此言直接就让男主破防了 但现在再怎么想也只是徒劳 他决定先去掉个鱼冷静一下 不知不觉就是一天过去 等子毛过来时就惊呆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天下来两人就升了十几级 一个四十一个四十二 要知道这里虽说是个适合恋懂的区域 但他却深知魔物的皮糙肉混 不过想不通他也不再想 他之所以过来是想带两人去个地方 原来想要跟守木的为着爱蒙战斗 还必须要与一个NPC先见过才行 简而言之就是前置任务 只有满月的今天才能见到 有这样一个和睦的家庭究竟有多幸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妈妈的兴趣爱好是养殖昆虫 甚至将甲虫带到了平时吃饭的客厅 妹妹的爱好是穿搭 但男主发现他的偶像竟然是自己游戏中的好友 这让男主有点一言难尽 而父亲的爱好则是钓鱼 常常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回家 而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各异的家庭 有着一条规定 那就是每周末都要聚集在一起吃顿饭 虽然每个人的爱好各不相同 但是男主却觉得这是一个幸福无比的家庭 每个人都尊重对方的爱好 而我们男主的爱好自然是打游戏 就在不久前 潘歇尔宫带着杨乐和监鱼 来到了一片色彩斑斓的海洋洞穴 他告诉他们 每到月圆之夜 墙壁上的苔藓都是暗淡无光的 如果仔细观察 很容易就能找到一条蜜桃 这一点 他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才知道的 穿过一条小道 来到了一片隐秘的区域 一轮圆月高悬 满地都是曼珠沙滑 和丧失了所有花叶的樱花树 而在这片区域的中央 则是一名穿着现代服装 有着一头长发 身材半透明的女子 名为遥远之日的刹那 在他们来到这里之前 似乎看着远方思念着某人 见几人到来 更像是现实世界的款式 难道这是什么旧文明的神代吗 或许这能找到 和那个特殊剧情相关的线索 潘西尔供给莎娜介绍了一下 这两个人都是要挑战维扎卫门的 当他看到桑勒身上的诅咒纹身时 微微一愣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身上都是小黑的气息 而且还与灰姑娘的孩子待在一起 随后他让桑勒不要在意自己说的话 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 感谢对方让自己想起了美好的回音 说完这些 他便给男主他们派送任务 EX从此按向别岸表达 随后 莎娜将维扎卫门的故事说了出来 他们曾经是一对情侣 但是在他死后 自己就在墓碑前守护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当查那苏醒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他并不后悔自己的死 因为这意味着过去 意味着结束 而他现在 也不能束缚对方的未来 他在这里布置了一道屏障 将外面的坐标逆转到了李次元 阻止了其他人的干扰 但当月亮消失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会出现一道裂缝 让所有人都看到维扎卫门 拜托了各位 请你们让那个人解放吧 莎娜满怀真心的说着 潘西尔共安慰他 说他对这场战斗很有信心 这次他带来的人 可不像之前的软脚虾一样 潘西尔共认真的表情 让桑恶和鲜鱼都惊呆了 天哪 这还是当初在联盟园桌上 用绳子把NPC国王 绑在马车上作诱饵 用水晶灯勾住NPC 引诱玩家上钩的铅笔战士吗 而现在 他却在帮助一个NPC 这种感觉就是所谓的人心吗 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看着二人在身后如此嘲讽自己 潘西尔共直接怒了 将二人打飞 你们这么说未免也太失礼了 两个臭小子 是不是想切身体会一下 满级大佬的暴力啊 两个人虽然摆出来投降的姿势 但还是嘴上不饶人 看来又变回平时那个无情的潘西尔共了 一下子就暴露本性了 此时潘西尔共小脸一红 他偶尔也会想在NPC面前耍耍帅啊 莎娜这个名字和他的背景 都让他无法置身事外 看到这一幕 潘西尔共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没错 你们两个不也都是笨蛋吗 莎娜也笑了 看来他找潘西尔共是选对人了 而接下来 就是150级的守墓人 围扎魏门之战了 七大怪物中的佼佼者 强制150级等级差的高难度副文 男主的等级经过这些天 不懈努力之下 终于达到了51级 也终于可以久违地休息一下 与遥远之日的刹那对话后 就不停地刷生命潮流横扫俱舍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51级 可怜的监鱼才46级 由于实在困得不行 技能点还没加就下线了 等级上来后接下来就是技能了 那个结合技能的地方 以后就让艾摩尔带着自己去一下吧 等级不是问题 需要的是更加纯粹的操作技巧 然后就是个人的操作极限 洗漱完后 桑乐来到了客厅去吃早饭 男主一家都有着非常鲜明的个性 母亲是有名的蠢吃 甚至将家里某个房间改造成了南美气候 而他的妹妹是个时尚达人 最喜欢的事就是穿搭 家里也有一间专用的衣帽间 男主看到桌上的时尚杂志封面人物是天鹰永远 也就是我们潘姐在现实生活中的样子 妹妹对她可是相当的崇拜 毕竟潘姐可是时尚界的女神 而男主却想起了游戏中的回忆 那个NPC名字叫沙娜 一个永远一个刹那 崇尚及时行乐的永远 可活了那么久的沙娜 即便是单纯的巧合 即便游戏是虚构的 还是拿反应与真人无意的NPC和自己进行了比较吗 随后男主告诉妹妹 那个永远女神也有自己的私生活 不要再为经过他人允许的情况下乱拍哦 见状妹妹直接一脸得意 说的也是 他今天也有模特的工作 以后可得小心不要被别人偷拍才好呢 男主一脸惊讶 自己的妹妹什么时候变成模特了 在兄妹俩聊天的时候 杨悟父亲扛了条十几斤的巨大钓鱼回来 这一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爱好 他们的父亲就是一个疯狂的钓鱼爱好者 而男主一家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每周日大家都要整整齐齐地坐在一起吃饭聊天 说是如果不这样的话 所有人都只会埋头于自己的兴趣 结果失去见面的机会 在外人看爱 他们一家子都是怪胎 但在男主的眼中 他们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世界 这也是很健康的家庭 不过在男主的眼中 自己当然是最正常的那个 吃完饭后男主再次带上设备 进入自己的兴趣世界中 还有两周就要挑战维扎卫门了 根据潘希尔共提供的情报 对方会使用超高速的攻击 急死 范围攻击等招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还真有个不错的练习场地 因为Bug的存在 所有攻速都变得极其变态的鬼服奋作 哪怕是周日 这个游戏的在线人数都少得离 也许很快就要离官服不远了 就在这时 他发现了一个新手 新手在这个游戏里可是兵威物主 眼看对方头上有个对战请求 桑乐欣然接受了他的挑战 就让自己先试试水吧 战斗刚刚开始 新人直接迅速地逼近男主 拿起拳头直接冲了上来 用着速攻 又不是速度型的 男主开始思考 新手应该没那么多套路 下一秒 新手击出拳头 又将拳头收回 男主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招 在出拳动作开始的瞬间 将拳头收回 就会出现bug 手腕就会像橡胶一样伸长 在这个状态下殴打对手 就可以打出二连击两倍威力的bug技能 起名为冲击锥 可就在下一秒 新手发现自己的攻击居然打空了 留在原地的竟然只剩下一只小脚 没想到男主竟然也用出了橡胶脚 利用这一招躲开了攻击 这个bug技能可以让整个贴图 以及判定都产生偏移 桑乐也是好心的准备 给新人展示下这个游戏的精髓 而接下来就要让对方切身体会一下 便秘这个游戏的玩家们 较尽脑汁研究出来的bug 这款格斗游戏真牛逼 不会用bug打架 你甚至轮一个人也干不过 而作为一个发现bug数量最多的男人 男主就是这个游戏里的绝对王者 他的每次战斗都会引起广大网友围观 但这天让网友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这次男主竟然在破天荒地 与一个萌新对战 会和老手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原来就在刚刚 他们看到这个粉毛 除了只会使用一个 类似橡胶果实的基础bug以外 除此之外就只会直来直取 现在玩游戏哪还有人使用正规技能的 也正因如此 他仅被男主的溜溜球bug就耍了团团转 这是一种能让整个人物贴图 都产生顺移的赖皮bug 不过男主也有新交粉毛 见识下人外有 于是下一秒就使出了 他的最强bug聚合拳 这是一招理论上 连boss的急死攻击也能反击的bug 同理直接带走一个人也是敢敢单单 只是没想到的是战斗结束后 粉毛却有些不服 他当即就向男主提出三举两胜 刚才的只算是第一回合 这么喜欢被虐的萌新男主也是第一次见 于是见词也成全了他 这一回合开始粉毛却是学聪明 表面是洋装一招直拳 实际上却是假动作 等男主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消失不见 原来粉毛竟然学会了他的溜溜球bug 不仅是如此 下一秒粉毛还来了一个升级版 只见他竟然还会利用弹性 瞬间又回到了原地 足够急防下男主被直接命中 虽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但男主却并没有被带走 因为粉毛刚才的那一击使用的不是bug击 飞拳冲的威力虽然很强 但在释放攻击后却会使人僵直 更是好不容易制造的机会 也没办法进行追击 粉毛还是太嫩了 说着男主便再次使用了另一招bug击 这招冠钉虽然不如居合拳 但牛就牛在他可以隔空打牛 男主故意没有下杀手 他很想看看对方会怎么反击 而这时粉毛也发现了男主的攻击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迅猛 于是在防御的同时 他也向前接近 也正因如此 这场战斗的胜利者则是粉毛 他还不知道男主对自己手下留情 而这时网友们也发现了蹊跷 他们同样也没见过这招重叠式的飞拳冲 显然这是一个新罢了 而男主之所以选择中招也是因为如此 他想亲身感受一下 是否会有被命中两次的判定 在发现果然如此后 他果断地就和旁边的网友讨论了起来 不多时他们也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这招确确实实是个bug截 而粉毛身为第一发现者 那么就有为这招命名的权利 原来这是这款游戏一致默认的潜规则 粉毛虽然很兴奋 但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起个什么名 男主见他有选择犹豫症 于是便告诉他之后再起也没关系 倒是他们现在该第三回合了 最后这个回合才会决定胜负 而作为让他看见新bug的回礼 他决定再给粉毛表演一招新的bug 虽然特别牛逼但触发条件却很严苛 必须在回合开始的瞬间才能发动 而也是在开始的瞬间 粉毛便傻眼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男主竟然变成了两个 文言男主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原来这个bug被他命名为双生灵 当初他原本还想起个更接地气的影分身 但是这样就太烂大街了 等回过神时 粉毛已经彻底甘败下风 原来就在刚刚的一击后 男主的分身瞬间就来到了他的身后 两人混合双打直接就让他挂 不过对此粉毛却没有气馁 反而感觉自己受教了很多 男主不禁夸 这让他突然又想给粉毛露一手 原来就在不久前 他刚从朋友那学会了一个超恶心的吧 问粉毛想不想试试 就在粉毛兴奋的同时 然而谁让黄毛玩得比较晚 和他一起的男主早就来到了51 而在诱上了相开这款游戏后 男主却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试试融合集 黄毛之前有说过新手村才有这种特技检定所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兔子府底不仅竟然也有 并且还有更稀有的技能秘传书 显然这便是触发独特剧情的另一个好处 而很快男主也来到了目的地 只是看到老板后他便惊淡了 原来此人是爱母路的姐姐艾可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是三胞胎 也就是说还有一只男主没见过 好家伙想打人怎么办 接着也很顺利的 男主开始融合他的技能 原来自从蹦到了51级后 他就多了好几个新技能 现在他的技能栏看起来相当杂乱 也是因此男主决定将能融的都融了 在等待的过程中 男主也看起了自己的属性 原来由于戴上兔月需要大量的敏捷 直到他把升到51级为止的所有属性点加上才看看狗 因此他压根就没有多余的属性来点体质 防御还是一如既往的脆 这时艾路可也已经准备好了融合技能所需的钥匙 就在男主喝下去的瞬间 他的技能栏也变得简洁了起来 就在男主打量的时候 没想到艾路可却忽然告诉他这里还有技能力传输 并且还只有兔子府邸有麦 看在男主和艾姆路关系好的份上 他会特别的打个折扣 不过男主却深知艾姆路想表达什么 但毕竟这可是只有在兔子府邸才有麦的商品 男主并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这么豁达也让艾路可来了兴趣 于是他果断的就问男主有多少预算 得知还有巴拉玛尼后 下一秒男主就看到了一个清单 不仅上面最便宜的秘传件数就要5万 更让男主傻眼的是价格不多不少 他所需要的秘传认数刚好就要8万 然而开工没有回头键 虽然感觉自己被敲诈了 但咬了咬牙男主还是决定买下 等出去时他的口袋已经一干二净 要知道他本来还打算去城里买些装备来着 但此时男主却没有时间一旱 原来与子毛约定的时间一致 为了在两周后打倒守木人 今晚子毛却还有一件事向他们交代 原来已知触发 为了艾蒙的遭遇条件不止他一人 还有他所属的战队阿修罗会 他们会利用独特魔物 只是光遇到就能拿到经验值的系统设定 每次刷新都会拿为了艾蒙练剂 也就是说此行他们十有八九 还会碰上阿修罗工会 不过与想象中正好相反 此毛却反而道出这是他们的机会 原来就在上次更新后 系统新增加了一个设定 当红明玩家被其他玩家打倒时 不仅会爆出身上所有的装备 并且连仓库里的东西也不例外 而阿修罗工会作为一个鼎鼎有名的PK工会 毫无疑问好东西会不少 简单来说他们已经不如以前 反而现在倒像是会移动的宝箱一样 虽说上游政策下有对策 PK玩家们也会利用系统漏洞来隐藏自己 但如果要是根据地被捣毁呢 而此言一出不要紧 男主和黄毛瞬间就有了个联想 丹格里拉最新一画震撼来袭 期待已久的守木人真容终于被看到 这一身高科技机器人的外观 也难怪紫毛一直没将其与不死足联系在一起 而其特殊的作战条件更是让人望而却步 仅仅只是第一轮 就必须要在其几乎完全无敌的状态下 硬活下来十分钟 就连身法拉满了鸟人 在守木人的剑下也活不过两分半 索性紫毛事前准备了复活道具 鸟人这才得以继续与守木人较量 就在不久前紫毛抢先阿修罗工会赢 将全部城镇的复活道具都抢过一空 此时阿修罗工会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被副会长给被刺团灭 正巧今天是游戏更新 小玲也异常的兴奋 因为他终于找到合适的理由约鸟人去攻略新副本 然而就在他刚把写了两周才写好的信发送出去时 却又收到了工会姐姐的蓝信 要求他立马取消休假回工会集合办大事 结果就是鸟人前后收到了小玲两封信 一封是邀请他一起去体验新副本 一封则是向他道歉临时有事下次再约 正好鸟人也没空要去讨伐守木人 便顺势附和小玲回了句下次再约 知道鸟人今晚要决战守木人 罢休也来给他打气加油 兔子也掏出了自己珍藏多年的护身符 为鸟人亲自带上保佑其平安 此时的鸟人还不知道 这个没任何效果的护身符项链 将来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作用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在阿修罗工会根据地理 众人正等着紫毛集合出发去刷守木人经验 突然小玲从天而降 直接一刀解决一个小卡拉米 还没等阿修罗工会的人反应过来 悬崖上已经站满了全府顶尖工会的人 见状有些杂鱼还想输死一搏 结果依旧活不过小玲的一刀之下 开服至今一直以杀人抢物资为乐的阿修罗工会 也在今夜彻底沦陷 会长眼看守不住阵地了 便打算叫阿修罗工会的成员们 朝着秘密花园撤退 因为只要逃进了秘密花园 就相当于开启了守木人的副本 在没结束战斗之前 外界都无法进入里面 此时众人都不明白基地如此隐秘 为何会被人发现 只有会长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直到他们来到入口处看见 里面居然已经有人在与守木人交战 此时花园里面 紫毛也跟两人说起了 外面打得热火朝天的事情 特别是小玲杀得最起劲 鸟人这才明白 早上小玲的信说有钥匙处理 原来是去打阿修罗工会 随后三人正式开启组队 准备好一切后 紫毛开启了通往里世界 挑战守木人的大门 走进去引入三人眼帘的 是与外界不一样的白天 而中心樱花树下坐着的 正是这次挑战的对象守木的位置爱蒙 只见守木人缓缓地站起身来 按照紫毛的计划 将由鸟人来单对单打头阵 赴ital守木人的展示 常用机追逐 立命 完成 勝敏 一旁观战的紫毛都惊呆了 他没想到鸟人居然真的第一次对战就能看穿守墓人的攻击方式 根据紫毛的推测 守墓人属于特殊胜利型的魔物 所谓的特殊胜利 指的是这类魔物不能通过寻常的HP归零来将其消灭 只能通过达成一些特定的条件才能取得胜利 而守墓人的特定条件目前紫毛才是时间 只有撑过守墓人的全部攻击才有可能胜利 架杀的圧面观看穿守墓人的武器 墓人的武器 最后的武器 第一次的武器 与此同时一旁观战的监鱼正疯狂记下守牧人的一举一动 紫毛也掏出了自己的稀有道具代价的天体 将自己的一切都堵在了这一战上 然而正面战场的鸟人此时却不容乐观 因为无论他如何进攻守牧人的关节 对方的动作依旧是丝毫没有影响 再加上守牧人的攻击都是一招臂力 既能全部进入CD后的鸟人也一下子没了应对的办法 从未见过如此变态的BOSS 无论玩家的等级有多少 逆或者穿的装备有多么牛逼 哪怕只是挨个平A也会被直接秒杀 先不说他中间冷不丁的就会使出仅需一针就能释放的拘合斩 更关键的是你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突然顺移到你面前给你揉一刀 还有期间夹杂着各种超大范围的攻击就更别提 而最为离谱的是 无论你的攻击再高也破不了对方的防御 然而作为一个玩了几千部游戏的大神 这个BOSS却是男主这次的攻略对象 这个BOSS虽然变态 但经过多方玩家挑战后得出的结论 这个BOSS其实属于特殊胜利型无误 也就是说不需要将他打死 只需经过特定的时长就算胜利 具体多久没有人知道 但可以知道的是每坚持十分钟 BOSS就会换一种攻击模式 以十分钟为一阶段 目前玩家挑战的最高记录也不过是第三阶段 也就在刚刚 男主正式开始了与这个BOSS的对战 由于是第一次挑战 尽管男主已经万分小心地缠斗了两分蛋 但一个不胜他还是中了独有一针派的神速聚合者 幸好有队友准备的复活药他才幸免于难 然而这种复活药却极其珍贵 一颗就要四百万 紫毛买断了市面上的所有也才买到了二十七颗 他将所有的身家都堵在了男主身上 只是男主虽然复活了 仇恨也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黄毛身上 而只有亲身经历 黄毛才知道这个BOSS有多门奴婢 作为一个职业玩家 他竟发现自己应对的还不如男主自如 也是这时男主马上接棒 虽然知道攻击没有作用 但攻击的目的却是在于可以将BOSS的仇恨转移 只是还没等他进入状态 只见BOSS却突然双手握刀 不仅刀上出现了雷电 周围的环境也被他影响 虽然是第一次见 但男主还是当机立断地就使用了华物 这个技能可以让他的速度在几秒内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他的队友也是惊险的躲过 紫毛解释这是BOSS大范围攻击的一种 即死即落雷会一直持续五秒 听到这话 在场的三人也开始拼命闪躲 可就在男主感觉就要破关时 看到这一幕 男主瞬间就傻眼了 刚才的落雷还好理解 但这招他就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了 也正因如此 猝不及防下男主被直接命中 结果毫无疑问 他的血条瞬间就被清空 好在这时黄毛眼疾手快地给他用了复活药 男主才得以满血复活 但这番操作也是有代价的 没错BOSS的仇恨瞬间便转移到了最近的黄毛身上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和刚才一样完美 然而也是下一秒 BOSS却好巧不巧使出了神速居合斩 好在紫毛也一直在盯着战场 就在他给黄毛扔复活药的同时 男主也连忙过来补卫 虽然过程十分惊险 但也成功又回到了开始 就这样场景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男主死黄毛就补卫 黄毛死男主再补卫 直到复活药还剩下了一档后 不知不觉也是十分钟过去 随着BOSS的动作为之一顿 他们也瞬间意识到第二阶段要开始了 在话音落下的同时 只见场上也随即多出了一个马型机器人 而也是没过多久 这只马也显露了真容 虽然感觉这个马外表有些离谱 不过好在黄毛也早已有了心理准备 原来在攻略之前紫毛就告诉过他 一旦第二阶段开始 他便要负责引走这只马 先不说有了对方的加入 对付BOSS会更加困难 更重要的是有玩家尝试过 一旦这只马到了BOSS的身边就会合体 到时化身成骑兵的 他瞬间就会变成更无解的存在 并且无论任何计策也没有作用 可当时答应的轻松 只有亲身经历黄毛才知道 银马也是一门技术 对方可不只是会追着他打 并且还会使用导弹 而看到黄毛这么狼狈 紫毛也打去到他不是很会骑马吗 记得有一款骑兵危机的游戏 黄毛可是在里面混得风生水起 可嘴上说的好听 这在黄毛看来却完全是两码事 要知道每个游戏的操作可都不一样 但这也同时提醒到了黄毛 既然这样跑下去不是办法 那么直接骑到他的身上不就完事了 随着心念一动 一个缰绳也出现在了黄毛的手上 他也没想到自己的复制业考古学者 竟能以这种方式派上用场 看到这只马不但不攻击了 却只是想着怎么将它甩下来 黄毛顿时便知道自己猜对了 而看到两个战场都稳定了下来 随即紫毛也拿出了代价的天体 原来这是一种稀有度极高的道具 只要在左侧的奉献托盘上摆上道具 那么就能从右侧得到对应价值的回馈 而刚才之所以不使用 则是因为这个道具需要发动时间 紫毛决定把至今为止所得到的战利品 总计3000万的身家全部奉献 而在看到回馈有多种选项后 紫毛毫不犹豫就选择了 换取有时效限制的追加属性点 交换比例为10万换取一笔 也就是说他的全财产可以核算为300点 在决定给男主和黄毛个分配50点的同时 这时两人也瞬间被一团金光所包裹 男主不仅感觉到自己的耐力恢复 并且能力之害提升了 而回头一看他也明白了一切 当查看自己的面板后 他才发现自己增加的属性是耐力和幸运 这是当下最为合适不过的属性 耐力的好处自不用多说 而幸运也让男主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之前他可是在一个魔物的身上尝试过 一个攻击力不是依照力量 而是由幸运值来计算的格斗技能 没错将BOSS的剑打掉正是男主的目的 而在成功了以后 他也当即就使用滑布先行秘符 将对方的剑给成功拿到了手 只是就在他以为这样便可以使危险大大降低时 没想到下一秒BOSS却突然顺移到了他的面前 虽然靠瞬间反应躲开 但让男主更震惊的是BOSS的攻击方式 显然是因为失去剑后才让他的攻击有了改变 没想到这个游戏连这种设定都考虑 但也是因为刚才的临场反应 却让男主没有注意躲避的方向 这让最近的紫毛瞬间变成了BOSS的攻击目标 就在这关键时刻男主也是急忙去拉丑 然而不出意外却发生了意外 下一秒BOSS却反手就将他给抓住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BOSS竟然还能朝背后攻击 仅是一招他的血条就被直接清理 而在再次拿到了剑后 BOSS也丝毫不给喘息之际 使用的这招正是刚才将男主秒杀的入道 不过好在紫毛知道这招的解法 另外安全区域是BOSS的背后后 不仅在千军一发之际就躲开了攻击 并且还同时给男主扔出了复活样 作为一个曾在一款游戏里BUFF的女皇 紫毛同样不是简单的货色 在男主又瞬间满血复活后 这时战局也又回到了正常 这次男主不再准备夺剑 而是打算就和刚才一样打 毕竟对方用剑的招式他还算熟悉 就在这边准备重新再战的时候 不想黄毛那边却是画风突破 原来黄毛原本是打算用棋的方式 但无奈对方却一直守他 明白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后 因此也变成了现在的这一名 不得不说这招确实有效 就是除了有点像变态以外 而就这样不知不觉又是一个十分钟过去 看到BUFF的动作再次停止 三人也知道第三阶段要开始了 也是这时紫毛提醒两人要绷紧神经 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也只进过这阶段一次 上次进入这个阶段时 阿修罗会在第一个攻击就全面了 原来随着盔甲出现裂痕 再过不久BUFF就会释放咆哮 同时对全场覆盖即死的冲击波 无论防御再怎么牛逼也会被秒杀 紫毛原本是觉得无解的 但男主不久前的话却提醒到了他 为何NPC会用死不透的家伙来形容这个BUFF 他之前一直以为这个BUFF是身体机械化的生化人 可如果他其实是一只不死系的魔物呢 从未见过如此离谱的BUFF 男主本以为挨个瓶雷就被秒就是极限 可直到他打到第三阶段后 BUFF的设定又再次刷新了他的三关 这次他索性也不使用普通攻击了 他只使用技能 同样一碰就被秒 并且还是无视冷却的那种 几乎是无缝连接 可以同一招不停使用就算了 甚至他还可以上招没结束就放下招 只是两秒半的功夫 不仅一条龙套餐给男主全放了个遍 更惊喜的是他还解锁出了玩家从未见过的新招 360度无死角的追踪攻击 然而作为一个玩了几千步游戏的大神 男主却自信可以攻略这个BUFF 虽然官方没有明说 但根据多方玩家挑战后得出的结论 这个BUFF其实属于特殊胜利型魔物 只要撑过十分钟他就算胜利 也就在刚刚 BUFF的第三阶段正式开始 虽然紫毛用圣水破解的机制 刚开始就会释放的全屏秒杀 但这毕竟也只是开始 由于这个阶段从来都没有玩家打到过 因此对于他的设定紫毛也是一头雾水 但不用想就知道不能让他去BUFF身边 黄毛还得去干影怪的老本行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这便是BUFF的最终阶段 不难看出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崩溅了 而根据每撑过十分钟就换一阶段的经验 显然在撑过十分钟就算是他们的胜利 但对此男主却没有丝毫畏惧 在让紫毛过去帮黄毛后 他选择了独自应战 原来自从听说这是一场要撑过时间限制的战斗 他就一直在想会不会超无聊 单纯是死撑时间的躲避战 以一个游戏来说毫无疑问会很无聊 如果说奋座保持这种设定还能理解 但要知道他现在玩的香开可是一款神作 想到这里男主再次试探性地对BUFF发动了进攻 而结果也不出所料 虽然很细微但他确实对BUFF造成了伤害 要知道在前面两个阶段他的任何攻击都不起作用 而这很显然也是BUFF受崩解状态的影响 想到此男主直接更换了装备 并下一秒使用他的头来格挡 这是香开里的特色 只要在恰当的时机使用便可以完美格挡 但为何他这次偏偏用头来抵 那便是这样有一个好处 可以将他的两只手都空出来 而在明白能造成伤害后 此时他之前打造的装备也终于有了用之地 他的武器有个能力非常适合他现在的处境 当对手的等级越高那么他打得也会越疼 看到BUFF就要再度发动攻击 只见男主也果真如他所说 在用头部格挡的攻势 并对BUFF造成伤害 这样的好处不言而喻 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发动暴击 在成功打出了暴击后 看到BUFF就要使出一针块的居合尘 男主也连忙华丽的抽身 除此之外 他也没忘自己之前花八万在兔之国买到的秘书 那就是致命认输 听上去像是近战手段 可实则却是一种远程攻击 并且效果拔取 不过这也只是开胃才 男主真正的目的只是想用这个技能制造工法 来趁机对BUFF的背后发动攻击 明白能造成伤害后就好说了 他瞬间就由被动变成了主动 而这一幕也被旁边的两人禁收眼底 看到男主竟掌握了主动权 这让黄毛也不禁感觉有些手痒 要知道他才是货真价实的职业选手 而想到这里 他也果断对机器人发动了进攻 只是想象是美好的 下一秒他便被轻而易举地甩飞 机器人在送他着落以后 毫无疑问他整个人也随之挂 好在子毛有准备复活药 这才让他死而复生 不过这次醒来以后 他却发现身边有一个药品 原来这是子毛顺便赠送他的神药 可以在15分钟内增强使用者的能力值 更准确来说只要黄毛现在使用 应该瞬间就能拥有99级左右的能力值 可这么离谱的药丸 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然而对此子毛却解释 是因为他的副作用很重 之前因为这个可是将他害惨了不少 而黄毛既然想反击 也该有冒风险的决日 但显然子毛还是低估了黄毛的好胜心 虽然感觉有些奇怪 但就在黄毛感觉还能接受时 却不料子毛给他来了一个马后跑 原来这个药丸真正的副作用 其实是每过30秒等级就会掉一级 就在战斗结束也会仍然保持结算 也就是说15分钟过去后 黄毛就会直接掉30级 由原本的50级掉到20级 此时黄毛才感觉到了后果 但也正因如此 他发誓要让这个机器人付出代价 与此同时紫毛也将自己的所有增益发动 决定和黄毛一起发动进攻 黄毛先行一步 他二话不说就先是两拳过去 要玩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虽然没有造成具体的伤害 但却成功让机器人试衡了 见此紫毛也瞄准刚才黄毛攻击的步 他决定就此粉碎机器人的膝盖 然而直到攻击后他才发现 结果却不是很理想 机器人的防御仍旧硬的可怕 单靠强化的能力想要打败他根本不可怕 弱点毫无疑问在他的腹 男主这边也出现了变化 看到BOSS将刀摆在腰部的动作 这让他瞬间就明白 对方要使出足有一针块的断风 可就在他自信能用头盒挡住时 没想到结果他却挡了一个技能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他怎么也没想到BOSS的动作竟然停满 而直到两久以后 他才发现原因是因为他的项链 没错这是零行前NPC给他的项链 却没想到近处发了奇怪的剧情 但没让男主等多久 BOSS的状态便再度一变 没错这并不是好事 倒是因为项链的缘故 反而让他进入了更狂化的状态 不仅连续发动技能就算了 并且几乎还没有任何间隔 而更让男主措手不及的 还是BOSS接下来的顺利 他本来以为这招是 对方没有剑的时候才能使 但没想到此时的 他直接打破了这个规则 在惊险的使用角格挡了以后 BOSS又再次使用了接二连三的断风 也就是足有一针快的斩击 但却都被男主轻松躲 即便BOSS变得更变态 但对此他却早就形成了肌肉剂 只是很快男主也高兴不起来 只见BOSS突然将剑插地 下一秒竟从地上出现了火龙 男主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BOSS的新招 毕竟这招在前面两个阶段 他压根就没有剑 对此男主也只能本能地闪躲 然而这招却不仅是这么简单 男主很快就发现 这还是一个组合剂 只见BOSS又突然朝天一旨 他的动作将天上的云也引了下来 随后便随着刚才的火龙一起攻了过来 虽然攻击变得更加密集了 但男主却还能躲 只是这种程度的话 在他看来也不过如此 倒是他游戏里的耐力却跟不上了 如果BOSS继续这样连续不断地攻击 只要一个不剩他就会中招 但即便如此 这种程度で俺を倒せると思うなよ 这种程度で俺を倒せると思うなよ 这种程度で考えが 晴天大成 露天と 手向け早い 全力で移動中だぞ 究極となす 何だ足が 晴天天 これは今までの技とは違う 我が究極を狙うしかない この兜でバリオ 人たち 生きてる なんとステロ 我 龍をもたつ 天聖 没错男主还是没能挡下 而这一幕也瞬间引起了旁边两人的注目 看到男主突然挂掉 就在黄毛决定给其扔复活药时 不料这时紫毛却让他等等 只因他发现男主并没有来 原来他早在临死前的那一刻 便提前往上空预判扔出了复活药 世界级BOSS终于被打败 这是全服第一个被攻略的七大最强者 而打败守墓人的办法 竟是破解他外挂一般的即死技能天晴 最终男主在各种增益加持下 达成神器吐月双刀合体条件 与守墓人最强一击天晴对拼 而男主在第一次被天晴杀死前 他就判断出这一招无法回忆 于是在攻击来临的同时 他把再生泪滴丢向天空 利用时间差复活自己 而他的斗帽已经出于半会状态 已经无法利用其进行格导 此刻他还完全搞不懂天晴的效果 这招天晴不仅能破坏装备 说不定还有命中的必死效果 没等他多想 守墓人再次摆出技能姿态 剑撞男主立刻戒备前 果然守墓人又用出了晴天大针 但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晴天大针最先一击居然是雷中 他不停地躲避落雷 此刻心中也浮现出不妙的想法 下一秒 守墓人追上男主连续发动了断风三连 男主这才明白过来 晴天大针居然是一整套技能连招 然后再加上最后的绝强技能天晴 这套不断反复的连招才是完整的晴天大针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这招 虽说只是经历两次技能 但男主已经发现 整个连招加上最后的天晴 所有时间加起来大约在30秒 男主思考的同时 守墓人的攻击接连不断地袭来 但以男主惊人的游戏天赋 这些见过一次的招数 只要有准备就能轻松回避 虽然晴天大针状态下 守墓人的技能是随机的 但在男主看来只是考验反应力而已 只要与守墓人保持三公尺左右的距离 就能以最低限度的耐力进行应对 问题是最后天晴的强控 只需要一瞬间便让他无法行动 更别说是回避技能了 亲身经历第二次天晴 男主有了更深的导人 这种bug级别的招数 就算是99级全堆防御力的玩家 也会被天晴切豆腐一样一刀两断 就这样又过去了30秒 男主第三次被晴天斩一刀下 他还在继续分析攻略的防御 他推测是否能在天晴释放之前 躲避技能的同时尝试破坏太刀 但这个想法刚浮现 又立刻就被他否决了 只因这跟破坏守墓人本体一样不现实 守墓人每次进入晴天大争前 他都会说出同样一句话 若无法超越无知极致 这副身躯便永不倒下 这也让男主猜到了攻略方法 那就是想尽办法破解守墓人的极致天晴 这才是这个世界极buff的胜利条件 而要破解天晴这种级别的招数 就必须算准时机把攻击弹开 但守墓人极快的技能释放速度 也使招架难以进行微调 只要有0.1秒的误差 能击败守墓人的唯一武器吐月就会损坏 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剩计 男主明白他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不断地去经历天晴 同时观察什么是必须做的 直到这时 男主第四次被天晴斩于刀下 另一处战场 鲜鱼和亚瑟已经想到对付麒麟的必胜法 而这个必胜法的达成条件十分苛刻 但这又怎么能让两个顶级玩家放弃呢 下一秒 亚瑟竟然把长枪刺入自己身体 一旁的鲜鱼见状也吓了一跳 没等他反应过来 麒麟的攻击就袭来了 躲开攻击后 他立刻丢出泪珠复活亚瑟 原来之前亚瑟的右手数据被破坏 单手无法全力使用长枪的他直接自尽 复活后便能重新双手持枪 鲜鱼吐槽自尽前至少也说一声了 随后完全恢复状态的亚瑟开始行动 他开始寻找麒麟的弱点部位 先是链接上下身体的脊椎 而得到的攻击反馈还是很坚硬 紧接着鲜鱼丢出绳索 这次他并没有被甩飞出去 现在的鲜鱼可是磕了魔魂药丸 能力只会提升到99级的水平 而且他还使用了两根绳索 趁着麒麟单脚抬起 鲜鱼再次甩出第三条绳索 麒麟被破坏了平衡倒下 作为职业玩家的他 熟知人体会在什么状况下倒下 就算敌人是一只人形机器也一样 之后他趁着麒麟起身 甩出了身上所有的绳索 一时间麒麟被完全顾目 同时亚瑟开始行动 刚才他就在不断寻找麒麟防御的薄弱处 但得到的情报是他全身都狠 唯独有一点异常之处 那就是腹部的装甲比其他部位更精密 随后亚瑟立刻对麒麟腹部发动攻击 装甲在连续的技能攻击下也逐渐破坏 最终麒麟弱点完全露出 但离谱的是 麒麟腹部的弱点居然发出光芒 随后无数激光从中喷射而出 无奈之下 两人只能先躲避激光攻击 看来破坏弱点装甲后 麒麟就会触发狂暴模式 可即便如此 亚瑟还是决定继续进攻 毕竟不快点压制麒麟 这些乱射的激光导弹很有可能波及到男主 而且更重要的是 要是他们没能压制好麒麟 男主在之后肯定会冷潮热讽不反 他肯定会说自己都能跟独特魔物单挑 你们两个弱鸡居然连一只宠物马都压不住我 想到男主那可恶的嘴脸 两人都发誓绝不能输给麒麟 于是他们在躲避攻击的同时 不断地向着麒麟前进 亚瑟的飞气之枪能通过刺中敌人的影子 从而强行封印对方行动 持续时间则是直到武器损坏为止 以麒麟的等级来说 这能控制住5秒的时间 随后亚瑟取出长枪巨人杀手 这是对付高防御敌人最强的破防武器 可就在这时 一发麒麟被封住行动前发出的导弹 直直地命中了亚瑟 鉴于刚想丢出再生泪滴 烟雾中就传来了亚瑟的声音 第二次努力打了 怪物打到脱服 惊客 Kingdom 而是代表现在祭勿器 避禁 得爱 白和 嘯 薇 Ver 麒麟终于被打败 两人直接泪瘫在地 这时亚瑟才突然想起男主 而此刻男主也用完了最后一个复活道具 被守木人第八次斩于刀下后 男主终于达成了攻略天晴的所有前提条件 此刻所有技能已经冷却完成 神奇兔月的合体能量也聚满 男主重新换上了经典款鸟头 随后他向守木人发出宣言 这之后的30秒将是你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天晴 话音刚落 守木人就是一招断风 紧接着抓取技能大石化袭来 跟随后面的试入到云的巨手 就这样男主不断躲避攻击 此刻离最后的天晴还有两秒 男主当即把兔月合二为一 手中弯刀正是兔月全新形态双弦月 在这种状态下 双弦月拥有能力只比敌人低越多 暴击伤害和技能成功率就提升越多的效果 男主要以此提升招架的成功率 同时加上高潮增幅以及恶狼的斗志 他坚信这个状态下肯定能扛住天晴 可不出问题的话马上要出问题了 男主的血量居然没能发动高潮增幅 这是一把飞刀击中守墓人 等他转头就发现亚瑟两人站在墓碑处 而莎娜此刻也出现在那边 用温柔的眼神目送着守墓人 趁着守墓人被分散注意力 男主把双弦月刺向自己 血量只有30点的他本应死去 但在守墓人站前一晚的大型更新中 变更了受幸运影响的养牙忍耐发动条件 只要幸运值在50点以上 受到自我伤害使血量归零时 就必定会发动一次一点所血的存活机制 精度促使 Qur 极 Ting天大星是天成的 ersteект rover 使用耶克因此有 max 行迪利 辞 feet ıl害得比尽 成 Mac 虎唱缩 岁存纽 辞连而无法 其所送渡达的一连那只能言 在世界级boss被击败的那一刻 全服想起独特魔物守墓人被讨伐成功的公告 让全服玩家都想不到的是 伴随着第一个独特魔物被击败 相开的主线世界剧情才第一次被推进 同时男主也初次窥探到 游戏世界真相的其中一角 就在男主击败守墓人后 守墓人向男主等人献上贺词 而男主这才知道守墓人是能够沟通的存在 在守墓人生命的最后 他颤颤巍巍地走向了爱人的坟墓 同时那也是困住他无尽岁月的执念 无声即将腐朽 即便将要陷入长眠 我也会永远惦记心中那份爱情 此时几人还未出现通关的提示 下一秒 身前的樱花树开始枯萎 守墓人站的场景也逐渐消失 他们回到了开满彼岸花的开始之地 这次任务两位主角之一的刹那出现 他对几人帮助守墓人完成解脱至上的谢意 这也是遥远过去的刹那所怀抱的心愿 男主也从这句话中听出了什么 他的意思就好像说自己不是刹那一般 对于几人的疑问 刹那只是笑了笑 表示自己的确是刹那 但却不是那天死去的刹那本人 真正刹那的愿望 是不希望爱人被自己的失去所束缚 而现在的我只是他执念的残留 就像是拥有同样记忆的双胞胎姐妹一样的存在 男主这事也明白了 眼前这个NPC为何被称为遥远昔日的刹那 此时完成使命的刹那即将消失 他让如同好友一样的亚瑟不要为他伤心 随后刹那说出了让几人都不能理解的话 表示男主三人都是开拓者 是二号计划的末影 若你们想知道自己的根源 想探究这个世界的真相的话 那就去寻找巴哈姆特吧 此时三人都不知道这指的是什么 在相开这款游戏里面并没有以此为名的魔物 对于亚瑟的询问 刹那只是让他们自己去寻找出来 因为这才算是开拓未来 大色感谢了两人陪他任性了一次 监狱则是说他们也是自己想要参加才来的 而相比这些 男主此刻更期待的是 打败独特魔物后究竟会有什么奖励 就在几人准备确认报酬时 天上出现一个铃铛 这是相开的全服公告 致相开全服玩家 于此时此刻 独特魔物守木人围杂卫们讨伐成功 讨伐玩家为桑乐 监狱 亚瑟以上三名 并且伴随独特魔物讨伐完成 世界剧情现已推进 男主此时还不知道世界剧情指的是什么 同一时间 香格里拉开发公司本部 系统显示世界剧情进行度为12% 而在游戏里 突然出现的全服公告 让所有玩家都炸开了锅 不管是个人还是工会 都在讨论着手上独特魔物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更加炸裂的是 公告里关于世界剧情这句话 这可是开服以来从未出现过的名词 此时没上线的人通通被好友电话联系 甚至是睡在半梦中的玩家都被叫醒喊上游戏 与之同时 各个顶尖工会也在开会商讨这个事情 小林所在的黑狼工会此时也是气氛紧张 他们听完讨伐玩家的名称后 才明白过来之前被耍了一遍 亚瑟放出情报利用他们阻拦修罗会 想不到目的竟是为了讨伐独特魔物 同时男主的名字也让黑狼会长更感兴趣 之前他身上就有关于吕卡翁的情报 不久前还是新手的男主 现在竟然讨伐了独特魔物 会长这边对男主越来越感兴趣 而小林这边更在意的是 男主与亚瑟小姐是不失恋人关系 这时小林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红色面卵 等其他成员开完会才发现小林不见了 绿毛解释刚才小林说了一声 游戏好友有危险就离开了 而这位危险的好友 此刻刚刚从守木人场地出来 三人一出来就遇到了被坑的亚瑟弟弟 不理会对方的无能狂怒 亚瑟直接对着被耍得团团转的阿修罗会一顿吵火 作为红名玩家来说 现在该是接受报应了 被坑的亚瑟弟弟终于忍不住 打算出手教训男主三人 不曾想男主面前出现紫色光芒 来人正是收到求救信号的小林 只花了两秒半 小林就团灭了阿修罗会 最后弟弟还是被亚瑟捕刀的 好家伙 这是坑地坑到尽头了 作为红名玩家的阿修罗会在死亡后 身上所有值钱的物品全部掉落 而且他们跑路的时候 还带上了工会的全副身家 这简直就是大丰收 另一边的小林也恭喜几人讨伐的不特务 男主这才想起刚才全副公告被掀了游戏名 看来以后更难在人前行动 很快男主就陷入了尴尬 他突然把小林叫了过来 总不能这时候对他说 没事了 你可以走了之类的话吧 小林此时被男主盯得害羞 双方都陷入了尴尬 就在这时 亚瑟的话打破了气氛 他竟然让小林与他单挑 报仇是两颗再生泪珠 以及他现在拥有的所有道具 男主和监狱也是十分惊讶 毕竟亚瑟这个红鸣玩家 要是在PK里输掉的话 不仅是装备道具全美 还要因为罪孽值支付天价的罚金 亚瑟则是表示自己当逆了红鸣玩家 在坑完弟弟之后 自己也该清算旧招 但他可不会乖乖地让小林轻松打败 自己会使出全力 与被称为最大活力的小林一战 我敢打 今年小林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而是先看了看男主才答应与紫毛一战 原来有一点没说的是 在明白男主和紫毛的关系非常亲密后 他自然而然就将紫毛当成了情敌 也正因如此 他决定发挥全部使用 变身后小林的性格也陡然一变 原来他有听说过紫毛逃得很快 因此必须找到机会 就一击必杀后 下一秒他就全身散发了飞色火面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给男主的感觉就是很牛逼 叠满了buff后长得跟魔王一样 而反观紫毛的路数却是有点怪异 看起来虽然也很不错 但就是有点恶心 而也是此时战斗也一触即发 对于小林的一批 紫毛凭借着他异于常人的速度 下一秒就绕到了小林的身后 然而让紫毛不可置信的是 小林不仅徒手就挡下了他的攻击 更可怕的是他的剑竟然收不回来 猝不及防下 他直接被小林的一击正面令中 他的手臂连着剑一起被砍断 不过紫毛却反应得很快 在接住了自己断掉的手臂后 随即他也毫不犹豫 拿起他就再度发动了进攻 而见到紫毛如此拼命 小林也决定发动自己的大招